大家好,我们讲第27讲,企业家特质。 作为企业合约中线签约人,企业家有什么样的特质呢? 奥地利经济学家熊比特认为,如果没有创新,经济就会很平庸,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降下来。 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不能快于人口的增加,人均收入就不可能提高。 此时大部分收入都是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购买食物。 只有人均收入超过了连接点之后,才会演发其他的消费,从而带动经济结构的改变,实现有质量的经济增长。 在这个意味上,创新就是改变经济结构的动力源。 所以熊比特说,任何经济分析不能脱离企业家精神而存在,因为企业家精神驱动下的破坏式创新,才是资本主义核先驱动力。 在熊比特看来,创新就是突破周而复始的市场经济,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 它把创新的类型分为五个方面,包括引入新的产品,或者改变现有产品质量,引入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夺取原料和半成品的新来源,或者创立新的企业主体。 在熊比特的创新理论中,创新和发明是不一样的,并体现为是否必须商业化。 发明不一定要承载商业的任务,在学校搞科研,可能会有很多的发明专利,但未必要把发明专利变成产品。 但是创新不一样,创新一定是市场导向的,创新一定是和市场联系在一起,创新最终是要转化成产品和服务进入到市场的,和市场联系在一起,创新就有风险。 因为创新的idea未必会被市场所接受,因为要实现创新的市场化,于是需要联合其他要素形成一个企业,所以我们说创新是企业的源泉和源头。 怎么理解没有创新,经济就很平庸呢? 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商品之所以具有全球竞争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具有低成本竞争的优势,但市场竞争并不只是成本一项。 就像MIT商学院院长施龙说过,在市场竞争中,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 美国为什么把知识产权看得越来越重呢? 因为你有了和我一样的想法,造出了同样的东西,还比我便宜,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我们知道,中国的山寨能力是很强的,成本优势也一直都有,但经过四十几年的发展, 成本优势正在逐渐上市,但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独到优势,已经开始面临严倦的挑战。 同时印度越南的逐渐开放,成本却比我们低,于是我们当下就进入了经济先常态, 创先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所以只有创先才是经济增长的引擎。 不管是成本领先还是差异化,都要靠创新,一个产品,一个新的商业,一开始成本都是高的, 因为没有批量,生产也不完备,前后左右都不熟练,然后经过一段时间, 熟人生巧就有了规模,于是成本越来越低,成本下降到一定程度之后, 一定会回升,会向右上方倾斜,因为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之后,竞争就激烈了, 人力成本,土地成本在上升,不管付出多大的努力,成本曲线还是会向右上方倾斜的, 这就是右上方倾斜的成本曲线的规律,那怎么对付这条成本曲线呢? 一个容易的做法,就是把成本下降的过程,尽量延长, 另外就是,当发现成本曲线抬头的时候,加强成本控制, 但你即使使用上所有的招数,成本最后都是会上升的, 针对这个问题,熊比特说,有一个办法, 创先能推动成本曲线不断向右下方移动, 创先使得成本不在同一条曲线上运行, 做成了另外一个产品,比如生产摩托车的工人, 人工费贵了,你就用同样的人工去造汽车,成本就相对不贵了, 同样,造汽车时人工贵了, 你再用这些人来造飞机,成本就相对不贵了,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成本管理的思想, 第一就是给定一种生产方式,里面有节约成本的空间, 在市场上有的公司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去进行成本节约, 但最终都逃不过成本一定会上升的结局, 最终决定这家企业能不能积业长青, 能不能在市场上刺刹风云, 是能不能让自身的产品不在一条成本曲线上, 能不能持续找到先的成本曲线, 让成本不断降低, 眼见先的产品, 所有的成本参数, 即便跟原来一样, 但经济含义也不一样, 这就是所谓的创先理论, 企业家干的就是创先的活。 企业家的特质是什么呢? 关于企业家的角色, 有一些不同的理解, 有的学者认为, 企业家就是对市场盈利机会的敏感, 哈耶克和科兹那都说过, 企业家对市场潜在的盈利机会很敏感, 并随时准备通过套利型的经营活动来利用这些机会。 因而企业家是市场过程中的关键因素, 他会对市场的变化做出反应, 而这个反应是具有一出效果的, 要么创造了先需求, 要么以更高的性价比满足了已有需求, 市场中的每一个主体都享受到了福利的增加。 当然,重要的并不是企业家活动的新颖性, 因为一些不成熟的商业上的想法, 有可能是灾难性的, 是浪费资源的。 也有学者认为, 企业家的角色是团队生产的监管协调者, 比如阿尔倩和德姆塞斯的团队生产理论, 认为企业是团队生产为了协调组织管理团队生产, 监督是必要的, 否则大便车行为的损失将抵消团队生产得到的规模报酬。 怎么来解决监督者偷懒的问题呢? 企业家是团队生产协调监督和管理的最终责任人, 为了让企业家能够有充分的激励来充当这样的角色, 就让企业家拥有剩余索取权, 也就是用剩余索取权来激励企业家。 也有学者认为, 企业家是提供判断决策的角色, 比如奈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理论, 认为决策中包含着不确定性, 不可能用保险机制来加以平滑处理, 必须自己承担决策的全部后果, 所以企业家实际上是业主的决策, 要承担决策的全部后果。 卡松则认为, 企业家就是稀缺性资源的配置, 做出判断性决策的人, 企业家判断性决策特殊的地方是, 它不是根据公开信息进行公共运算, 而是根据部分公共信息, 部分的私人信息和直觉, 做出的企业家判断, 是个性化的判断。 星巴克的创始人霍华德·舒尔茨的案例, 可以深化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 我们现在消费星巴克咖啡习以为常, 很难想象这样一种全球的消费习惯, 即便是在美国都不到40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40年之前, 世界并无像现在这样的咖啡店。 霍华德·舒尔茨小时候家里很穷, 12岁的时候就开始骑车送报赚钱。 大学毕业后, 在生产复验机的私乐公司当销售人员, 因为看好日常饮品的消费潮流, 1981年辞掉7.5万年先的工作, 加入星巴克卖咖啡豆。 1983年, 他到意大利去参加咖啡供应商联会, 发现意大利有卖现磨咖啡的店, 正是自己想做的模式, 但星巴克三个创始人并不认同。 一年之后, 他辞职, 自己筹资185万美元, 开了一家咖啡厅叫天天咖啡, 为获得这185万美元的投资, 他在两年时间见了242个投资人, 被217人拒绝。 1987年, 星巴克创始人想要出售店铺, 苏尔赤说服老比尔盖茨, 投资400万美金, 收购了星巴克。 1987年, 这一年亏了33万, 88年亏了76万, 89年亏了1200万。 一直到1990年, 星巴克咖啡才开始盈利, 也就是创业之后, 经过多年的亏损, 才开始走上正轨。 伴随着星巴克的发展, 苏尔赤也不断努力, 他写过几本书, 如将先注入, 一路向前, 并有竞选美国总统的想法。 回顾苏尔赤的创业经历, 不难发现企业家精神的几个特点, 第一就是冒险精神, 因为市场是高度不确定性的, 所以需要冒险精神, 就像苏尔赤创业的时候, 一开始是不断亏钱的, 此外, 还要有不满足的精神, 以及英雄主义的精神来支撑, 这样碰到困难的时候, 才不会弃脸, 才不会退缩。 总的来讲, 企业家的精神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叫做管理型的企业家精神, 充当的是监督者的角色, 一类叫做创业型的企业家精神, 充当的是创先冒险者角色, 这就是企业家的特质和企业家精神, 以上是本讲的内容,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们讲第28讲创先在哪里, 对于经济发展而言, 怎么强调创先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但创先并不必然发生, 创先虽会推动成本曲线向右下方移动, 但即使是在整个经济史, 产业史和技术史上看, 创先都是非常罕见, 创先的发生是需要条件的, 创先被接受, 以及创先的扩散也是需要条件, 于是我们忍不住会想要探究, 创先是怎么发生的, 创先是怎么发展的, 怎么被接受, 怎样的创先比较有希望, 成期后。 实际上在人类社会经济史上, 创先只是少数的时间和少数的地方出现, 比如公元前800年, 至公元前200年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在北纬30度左右的古希腊和中国, 诞生了苏格拉底、百拉图、佛陀、 孔子、老子等先者, 人类文明精神获得了重大突破, 之间都难以超越, 比如文艺复兴时候的佛罗伦萨, 积聚了达芬奇、 但丁、伽利略、 米开朗基罗等众多影响人类社会建成的 艺术家、科学家, 创造灿烂辉煌的文明, 比如诞生了英特尔、苹果公司、 谷歌、脸书、雅虎等众多高科技公司的 美国硅谷, 比如被称为创先和创业的国度的以色列, 与创先只是在少数时间和少数地方出现相对应, 杰出的创先者也很特殊, 有的人总结了改变世界的13位男性, 比如乔布斯首台个人电脑的发明者, 比如比尔盖茨首个个人电脑软件的发明, 比如本田中一郎清奇的发明者, 比如圣田招夫、晶体管收音机的发明者, 提到这些名字, 大家能发现他们的共同特点吗? 这13位改变世界的男性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他们在出名之前, 都是行业当中名不见精壮的小人物, 比如乔布斯推出首台个人电脑的时候, 是一个大学生, 比如毕尔盖茨推出首个个人电脑软件的时候, 是一个大学二年级辍学的学生, 学历都没拿到, 圣田招夫去发明晶体管收音机的时候, 还不是这个行业的工程师, 这让我们想到一个问题, 为什么每一个突破性的创先, 都是出入门道的创业者, 而不是行业的大人物创造的? 为什么创先只在很少的地方出现? 克莱恩做过一项实证研究, 他发现24世纪50项突破性的发明中, 没有一项是由行业的主要企业创造的, 这就产生了创先悖论, 本来大企业和行业中的专家, 因为资金雄赫, 经验丰富, 知识渊博, 是最有可能产生重大创先的, 但结果却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创造改变世界的奇迹, 比如达尔文本来是一个即将上任的牧师, 只是偶然机会在比格列船上探险世界两年, 便唤起了对物种的好奇, 直觉使得他做出了与传统解释不同的结论, 一个受宗教喧陶的人却发现了进化论,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比如理查德·卡尔森是纽约市的专利局的法官, 他需要一台比油烟机好的敷烟机, 但是无法敦促设备供应商生产白纸的敷烟机, 他就只好自己牵制动手, 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施乐敷烟机。 包括新制度经济学这门课程, 也是小人物创造的奇迹, 科师只是俯修经济学, 并非经济学科班出身, 即使后来获得了诺贝经济学奖, 但身份还是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 但就是这样, 一位法学专业的跨界人士, 在大学毕业后不久就提出了先制度经济学耐建构的交易服用概念。 创新悖论让我们不见要问, 为什么大企业并没有创新优势呢? 它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大企业是行业中的龙头, 有着眼领作用, 一般都比较傲慢, 自高自大, 目空一切, 自然就不容易有创新, 因为看不见, 或者不愿意看见。 二是大企业多半短视, 不愿意拥抱风险, 因为拥有太多就害怕失去, 所以规避风险, 而创新与风险相伴随的。 三是大企业有专家或者NBA综合证, 认为多数事情都可以通过周密的计划和计算去评估, 去实施, 去达成。 而创新是事前没有的事情, 既然没有的事情, 就不可能通过精确计算去达成。 四是大企业都有明确的成本控制, 但创新是不计成本的, 或者根本就不知道需要多少成本, 所以成本锁定的管理模式是不支持创新的。 五是大企业都受到资本市场的约束, 一般大企业都是上市公司, 资本市场对其有成长性的要求。 一般初创的技术或商业模式在市场上规模很难满足大企业的需求。 等到先生事务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 大企业有可能就与创先师之交臂了。 最后, 大企业一般都有层级和秩序的文化, 不太鼓励个人英雄主义的创新文化。 这是大企业不利于创先的主要原因。 为了让大家对文化与创先有更深的理解, 我们来看一下日本的案例。 日本过去经济持续停滞, 被称为失去的20年。 而过去20年, 全球经济进入计算机互联网时代, 日本失去的20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日本没有搭上互联网发展的快车道。 现有分析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日本相对封闭的制度结构和互联网的开放性相悖。 所以, 今天我们没有耳熟冷详的日本的互联网公司, 日本也没有自己的搜索眼前, 用的是雅虎的搜索眼前, 日本雅虎。 日本采用的是相对封闭的制度。 那为什么封闭的制度会对技术创新形成锁定呢? 制度之所以能够封闭, 是因为制度的结构被高效设计和合理安排, 企业管理非常有效率, 但这种效率就使得技术锁定在已有的规则和轨道上, 从而创新的机制不可能在封闭的制度体系内形成。 同时, 因为它强调组织目标和集体主义精神, 而且采用联工序列制, 也就是鲜水跟等级相关的内部基地制度, 通过企业内部人员的轮杆提高集体解决问题的能力, 增见信息共享的成果, 这些做法能够克服个人形成的与特定工作相关的局部利益, 有利于实现组织目标。 这种集体力量的优势是, 企业能够非常好的回应市场对产品多样化的需求。 因为企业中的员工和管理层都在不同岗位上工作过, 所以当市场上有产品需求的时候, 很容易能够组织企业各个部门进行公关, 很快满足市场对产品多样化的需求。 同时, 企业的管理效率得到了充分的实现, 组织目标获得了优先的尊重。 当外部需求和市场环境, 以及技术发展路径相对稳定的时候, 这种捆绑的集体力量就能够改变初始的秉赋结构对其比较优势的制约, 培育出全新的竞争优势并推动高速增长。 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长就是靠这种集体力量的优势来实现的。 但是这种集体力量的优势, 也就是对市场产品多样化需求响应的前提, 是已经知道市场的需求是什么, 能够快速地去响应,去满足。 但是如果在一个需要靠创新推动的市场中, 根本就不知道市场需要什么, 这个集体的力量就没有办法去响应它了。 而要知道市场需要什么, 也就是要靠创新去创造市场需求的话, 是需要无数的个体去探索, 才知道哪一样的创新能激发出市场需求。 但是日本这种被捆绑的集体力量, 它的劣势就是牺牲个性, 牺牲个性就使得每一个个体没有办法去进行自由的探索, 从而与互联网的创新四肢交臂。 创新很重要, 创新又很难, 创新发生又极不均衡, 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去推动创新的发生呢? 首先, 有利害想法的人凑到一起, 有一个氛围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人跟他呼应的话, 想法就会衰减, 所以利害的头脑不是孤立产生的, 真正影响时代的想法是巨堆的。 千万不要以为创新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 凑到一起很重要, 缺一个都不行。 只有原创想法还不够, 因为想法一旦进入产品化, 遇到关键困难解决不了, 就没有办法变成产品。 所以, 只有科学家还不够, 还必须有发明家, 技术, 知识, 产权保护, 投融资, 工价, 企业家等等, 一个都不能少, 少了一个, 有很多的事情只能半途而废。 所以, 创新是需要密度, 浓度和创新氛围的。 一个想法, 从不成熟到成熟, 没有一群同样厉害或者比你更厉害的人来帮你推敲打磨, 高频互动, 是很难变成产品的。 这群人需要一个氛围, 就是一个共同的心理倾向, 才能在一起创新互动。 这中间有一个人物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创新过程中的关键连接者, 能够跨界的桥梁式人物, 能够跟工程师对话, 跟科学家对话, 跟政府对话, 跟企业家对话, 把创新所需的各种要素连接在一起, 是创新成功的基础。 所以, 一个连接者来推动, 是创新的关键。 以上是本讲的内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们讲第29讲, 迫害性创新。 上一讲提到, 多数突破性的创新都是出入门道的创业者, 而不是行业的大人物创造。 这些名不见精壮的小人物也被称为行业中的搅局者。 他们通过破坏式的创新改变了整个行业格局。 通常改变行业格局之前, 这些小人物的做法都是不被看好的。 比如1800年蒸汽船刚出现的时候, 行业中的人都不认为蒸汽船能够替代帆船成为水上主要的交通工具。 因为刚出现时蒸汽船的速度很慢, 基本上被当成是玩具。 很少有人看到蒸汽船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逆水而降的这个潜力。 再比如, 比尔盖茨推出Windows软件的时候, 实际上还是IBM的一个外包业务。 根本没有人认为, 比尔盖茨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写的操作系统将会打开个人电脑这样一个广阔的商业世界。 我们不见要问, 初日门道的创业者是如何改变行业格局的? 既有的产业是如何被颠覆的呢? 这里涉及破坏性颠覆或者叫破坏性创新概念。 克里斯坦森《创新者的窘境》这本书中介绍了一个破坏性创新的分析框架。 他把技术进步过程分成两类, 一类叫延续性技术, 一类叫破坏性技术。 所谓延续性技术就是在过去主流技术基础上提高技术的表现和性能, 叫延续性技术进步。 所谓破坏性技术是完全采用一种新的技术把过去传统的技术轨道替代掉。 通常情况下,基于破坏性技术的产品性能起初是比较差的, 只能满足边缘消费者的需求。 理解破坏性创新对大企业的颠覆, 首先需要了解大企业的特点。 大企业拥有良好的执行力, 快速的市场反应, 全面的质量管理, 良好的流程化和明确的价值观。 而且大企业需要维持比较大的市场份额, 所以大企业在市场上通常都是满足主流消费者的需要。 满足主流消费者需要的方式, 都是在现有主流技术基础上对产品性能进行改建, 使得主流消费者得到更好的体验。 所以大企业往往是与破坏性技术无缘, 并被破坏性技术所颠覆的。 为什么呢? 有几个方面的逻辑。 一是, 其企业资源分布是取决于消费者和投资者。 因为大企业满足的是主流消费者的需要, 所以它会不断地去改建产品的性能来满足主流消费者。 第二, 产生颠覆的破坏性技术, 一开始产品性能都是比较差, 满足的是边缘消费者, 而边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又比较弱, 所以小市场是没办法去满足大企业增长需求的, 所以大企业不太会在起始阶段去关注迫害性技术。 第三, 因为破坏性技术形成的创新产品市场, 是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 所以大企业用市场调研的方式是没办法找到这个市场的, 也就是大企业无法在事先对并不存在的市场进行分析。 第四, 机构的能力决定了它的局限性, 因为大企业都是通过完整流程和规范分析过程进行产品开发决策, 而那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是难以通过大企业的流程决策。 最后, 大企业通常把技术供应可能等同于市场需求, 但实际上技术供应并不等同于市场需求, 因为创先就是创造完全先的市场需求, 也就是无中生有创造出市场需求, 所以大企业往往与破坏性技术差践而过。 以移动互联网技术在中国的应用为例, 可以加深对破坏性颠覆逻辑的理解。 移动互联网技术是对PC互联网技术的颠覆, 那么大家猜猜看, 移动互联网技术在中国最早期的使用者是哪个人权呢? 是知识精英和大学生吗? 不是的。 大家一般想不到, 中国最早的移动互联网用户居然是农民工。 为什么呢? 因为在2.5G时代, 用手机上网的速度非常慢, 白领精英和大学生一般都用电脑上网, 而电脑上网是需要装宽带的, 而装宽带又是比较贵的, 而且装宽带还需要固定的办公室或独立住所, 这些条件农民工一般都不具备, 但他们也需要上网, 比如下载小说等等, 但是他们工作之余, 有的是时间, 不怕下载速度慢, 只要能上网就行, 所以农民工就成为了第一代移动互联网的使用者。 但是农民工是边缘消费者, 他们在使用移动互联网时, 并没有受到行业中大企业的关注, 因为大企业都在关注知识精英和大学生阶层, 等到移动互联网用户逐步增加, 上网速度也逐步提升, 到某一个意识的时候, 主流用户也开始拥抱移动互联网, 这个时候一些大企业开始发现移动互联网的南海, 但已经来不及了, 已经处在被颠覆的边缘了。 这张图可以说明市场的活力与力量, 比最有价值的公司的回报要强大得多, 假设1917年到1987年投资, 这期间市场上表现最好的通用电器, 则它的联均回报率是7.8%, 但是如果只是做市场的一篮子组合投资, 联均回报率可以达到10%左右, 所以长期看市场回报是远高于市场中最有竞争力的企业的回报。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市场中的大企业总是会被颠覆, 比如1987年的时候, 柯达公司也是很强大的公司, 此前70年的联均回报率是7.7%, 但是23年之后的2010年, 柯达公司就破产了。 耿古以来, 经济持续发展, 可以说最核心的动力就是破坏性创新推动的行业持续更替, 比如1917年时, 世界上市值最大前三个行业, 一次是钢铁、炼油和采矿。 经过50年时间到了1967年, 石油行业已经排第一了, 但此前没有过的电子技术行业和影视行业建入了前三。 再过50年到了2017年, 电子技术行业排第一了, 兼容和医疗行业建入了前三。 正是这种非连续的持续更替, 推动经济的蓬勃发展, 每一次行业的更替的过程都形成了 国民总产输、总收入、总就业的大幅波动, 才有了经济的衰退、萧条、复苏、繁荣 这样一个周期性的过程。 而恰恰是每次的经济衰退成为技术和管理跃升的机遇, 原谅着新一轮的经济增长。 经济危机背后的逻辑体现为 经济危机开始后经济体量下降, 这个过程中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在经济危机中被淘汰了, 于是经济生产的效率就提高了, 效率提高开始推动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 进而经济总量就扩张, 而这整个过程都是由技术、制度和企业家精神来推动的, 造成行业更替的创新过程是企业家持续探索的结果, 而创新又依赖于技术支持和制度提供的激励。 我们回头去看一看大萧条时期的美国, 会发现大萧条既是一个迫害的过程, 也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现有的研究认为, 大萧条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是1919年到1948年这30年间最快的。 1919年到1929年, 私营经济的发展是比较快的, 1929年到1941年这个时间是最快的。 大萧条时期, 不管是私营经济的收益, 还是全要素生产率都是增长速度最快的。 现有研究发现, 大萧条时期的美国经济, 因大萧条带来的破坏式创新是最明显的。 比如1929年到1935年间, 美国汽车行业的工厂从211家减到120一家, 行业更集中了, 没有竞争力的汽车制造企业被淘汰。 人效从137美元提高到了172美元, 单个工厂的产值从1750万美元提高到2410万美元, 产业实验室的科学家人数也大幅提高, 从1927年的6700人提高到1942年的27000人。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先的技术, 比如化学、纤维技术、收盐机、液态火箭等先的技术。 可以说,破坏式创新如同一阵风, 推动的资本主义不断自我变革, 由内而外改变经济结构, 将原有的生产力推翻, 建立新的体系。 但是, 创新是一件很难的事。 我们知道以色列被称为创新的国度, 以色列第一个获得洛贝奖的科学家叫阿龙, 也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 在获得洛贝奖之前, 他当过兵, 退伍之后在美国的麻省理工当教授, 之后又辞职回到以色列去工作, 后来才获得化学奖。 在阿龙的成长过程中, 当他在一个工作岗域上做到极致的时候, 都会选择改变职业轨道。 他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时候, 中央电视台记者访谈问他, 为什么这么有创新能力? 为什么不断地去挑战一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阿龙说, 之所以不断地去挑战自己, 很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于他的家庭教育。 他说, 小时候妈妈说, 走进一条河流, 可以顺水走, 也可以溺水走, 而你永远要溺水走。 为什么要溺水走, 而不是顺水走呢? 他说, 犹太人经典塔木德书上说过一句话, 难做的事情容易做成, 因为顺水走很好走, 所以走的人很多, 但是溺水走很难, 走的人也就少了, 因为走的人少了, 所以比较容易成功。 创新就是一条难走的路, 但也是一条比较容易成功的路。 以上是本讲的内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人类社会最早实现夸扬信息传输是在1866年, 世界首条跨大西洋海底电缆由赛勒斯·菲尔德经过13年不懈研究成功铺设, 但海底电缆有诸多不便, 比如出现故障时, 检修排查非常麻烦, 在海底几千公里寻找故障点, 谈何容易。 很多人在想, 有没有可能通过无线电技术实现长距离的通线, 这件事在20世纪初由麦康尼在1901年完成了第一次夸大西洋无线传输, 并创立了麦康尼无线电报公司, 因为发明了长距离的无线电通线技术, 麦康尼获得19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第一次夸大西洋无线电通线技术实验, 是通过像放风筝的方式, 把接收器放到空中, 欧洲大陆这边发电报, 加拿大这一端通过放在空中的无线电接收器, 接收声音再解码, 虽然方式很简陋, 而且接收信息可能很短, 比如就你好这样的一些简短的问候, 但这是人类第一次实现了长距离的无线通线。 有了技术之后, 就要思考如何从无线电技术中盈利。 大家觉得无线电技术的商业应用应该在什么领域呢? 麦康尼公司成立之后, 商业模式1.0是在大西洋两岸建无线基站, 为远洋货轮提供B2B服务, 出租设备和人员给远洋货轮, 就是在远洋货轮上架设麦康尼公司无线电接收器, 并提供经过培训能够解读无线电信号的工作人员。 为什么远洋货轮需要无线电通线呢? 因为海上航行时间长, 经常会碰到各种风险问题, 比如碰到风暴等等。 同时货轮什么时间到岸, 到岸之后要提前组织安排卸货等等。 这些事情都需要事先安排, 远洋货轮注用无线电接收的设备和人员, 可以实现海上和陆地的即时通线。 一开始这生意不温不火, 但有一件事情使得远洋货轮租用无线电设备和人员的生意变得火爆, 这就是大家熟知的泰坦尼克号乘船。 在泰坦尼克号乘船时, 船上有两个麦康尼公司雇员, 他们在巨轮要沉没的时候发出了求救信号, 信号被其他的船只往外传播, 最终军舰接收到了信号, 并及时过来救援, 最终把幸存者运到了纽约。 这件事使得很多轮船公司认为很有必要在远洋船只上 作用麦康尼公司的设备和人员。 在泰坦尼克号乘船事件之后, 政府也要求所有远洋船只必须携带无线电, 麦康尼无线电公司的业务迎来了突破性的发展。 当然,所谓盛级必衰, 在生意火爆的时候, 如果你是麦康尼, 会考虑下一部公司将向何处去呢?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先来介绍一个人, 叫戴维德·萨诺夫, 他是俄罗斯移民, 15岁加入了麦康尼公司成为界限员, 后成为麦康尼本人的私人助理, 再后来成为技术侦探, 就是我们现在的天使投资人爵士, 到处寻找一些值得投资的新技术。 作为技术侦探, 跟市场的接触比较紧密, 所以麦康尼公司在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的时候呢, 萨诺夫在1916年给麦康尼提了一个建议, 他说我在想一件事情, 我们可能要有一个发展计划, 可以做一个像无线电接收器这样的东西, 让家庭来使用, 就像钢钱一样成为家庭的必用品。 接收器可做成像音乐盒的样子, 进入到家庭大概可以卖到75美元。 想想如果每个家庭都购买这样一个音乐盒的无线电接收器, 肯定是一个很大的生意。 但是萨诺夫的想法被麦康尼回绝了, 他没觉得这个想法很好, 因为当时租用无线电接收器和人员给远洋货船的生意正如日中天。 此后不久就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美国政府将所有的无线电技术都收归国有, 因为战争时长距离的通线变得很重要, 一切的生产要服务于军事用途, 政府命令所有的美国公司和麦康尼公司终止一切交易。 麦康尼公司在美国的市场归零了, 美国成立自己的无线电电报公司阿西耶, 萨诺夫就成为第一任总经理。 萨诺夫成为总经理之后, 就可以实现之前给麦康尼提的想法, 做一个燕业盒子。 他把燕业盒做得很精美, 就是现在的收归机。 当时收归机在美国市场上最高可卖到900美元, 当时美国市场上福特汽车的价格也就100美元。 高级收归机等于9辆普通汽车的价格。 无线电技术从商业模式1.0, 即租用无线电接收器和人员到轮船上, 变成了商业模式2.0, 即直接卖无线电接收器。 当时的收归机就是一个奢侈品, 有了接收器就需要有内容, 起初广播节目由阿西耶和很多第三方生产者提供。 1924年, 据统计美国家庭花费支出中, 三分之一用在了无线电接收器上, 可见这个市场吸尖能力非常强。 属于无线电接收器销售数量的增加, 广播站数量也开始增加。 1921年, 无线电接收器只卖了一点点, 到22年时就售出了10万台收归机, 到23年就销售了50万台, 21年时只有阿西耶一家提供内容的广播站, 到22年就有30家, 到23年有556家, 到24年全美有1400家的无线电广播站。 广播站除了阿西耶自赢之外, 也有很多他赢的, 比如1923年纽约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节目, 比如有酒吧销售, 篮球比赛, 拳击比赛节目, 还有牙医在给病人进行口腔治疗时的现场直播。 广播站里有大学体育赛事直播, 百货商店音乐和促销信息直播, 几乎是只要能转换成内容的人, 都建立了自己私人的广播站, 就像现在的直播, 只不过从音频变成音视频而已。 此时基于无线电技术的商业模式, 进入到2.0时代, 提供出租无线电设备, 转换成卖无线电接收器。 广播节目除了由阿西耶提供之外, 还有很多第三方内容生产商。 第三方很多, 所以内容就很杂, 很分散。 很多商业公司还会直接赞助内容的生产, 比如百货商店为了促销, 也会赞助内容, 所以内容也很混乱。 因为内容很混杂, 阿西耶在1926年成立了NBC, 就是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开始对本地广播公司进行并购, 这样做, 用户接收节目就比较方便, 否则内容太多, 打开收音机不知道要听什么内容了。 到1927年时, 在24个州只剩下50个广播台。 总结下NBC的前世兼生是这样的, 一开始是麦康尼先生发明了无线电, 为了把技术在商业上进行应用, 开拓了商业模式1.0设备出租。 在此基础上, 萨诺夫开拓了收音机市场, 让设备建入到家庭, 这就需要有内容生产, 所以就产生了NBC, 建入商业模式2.1。 NBC作为集中的内容生产商, 有规模效应, 同样内容可以在全国广播, 而且内容是免费的, 只是终端收费, 也就是收音机是收费的。 因为集中内容生产, 可以生产更精美的内容, 规模效应凸显, 很多小的广播站就难以为继了。 集中内容生产的过程中, NBC也在考虑, 靠卖无线电接收设备, 收音机盈利的这种商业模式, 是否可以有所变化。 1928年, 有一个人创建了哥伦比亚广播系统, 因为没有生产硬件的技术, 只生产内容, 因为没有卖设备, 没有办法通过硬件盈利, 所以主要是通过广告来获得内容收益。 这就为NBC改变盈利模式提供了参照, 慎重起见, NBC把广播公司分成两部分, 一个蓝色网络, 一个红色网络。 蓝色网络跟以前一样, 纯内容, 完全没有商业广告。 红色网络在提供内容的同时, 插播广告。 通过这种方式考察, 两个网络的演变过程, 对观众的吸引力, 以及广告盈利, 是不是可持续。 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营, 有广告的红色网络更有吸引力, 于是蓝色网络在1930年时就逐渐示威, 红色网络开始按照现代广告的逻辑运营, 内容开始收费, 硬件慢慢地就可能不收费了。 沿着这个模式,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 收益机基本上是美国家庭的必备, 每家每户都有。 四十年代调频广播兴起, 之后电视兴起, 然后九十年代出现卫星和互联网广播, 但时至今日, 无线电广播方式在发展中国家依然发展迅速。 总结无线电发展史, 商业模式1.0是麦康尼公司在大西洋两岸建立无线电基站 为货院公司提供B2B服务, 出租设备和人员。 商业模式2.0是, 卖无线电接收器, 广播节目由阿西耶和很多第三方提供, 但是这个时候内容小而分散, 商业公司直接赞助内容生产。 为了解决小而分散内容混杂问题, 成立NBC国家广播公司这种有规模效应的集中内容生产商, 这个商业模式2.1是内容免费, 只靠卖硬件设备收费, 很多小的广播电台就没办法生存下去。 商业模式3.0就是专业的内容生产商, 拥有全国性广播网络, 硬件盈利下滑, 甚至基本上不盈利, 主要是靠内容附着的广告盈利。 但内容还是免费的, 只是插播广告, 形成了从补贴硬件到补贴广告这样一个盈利模式的转化。 可见, 基于一个特定技术所形成的商业模式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 以及和其他互补性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引化, 不断更新迭代。 每一次更新迭代都是因为受到了一些新的挑战, 才实现新的转型。 以上是本讲的内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们讲第三十一讲, 企业家甄别。 企业家很重要, 那怎么样才能找到真正的企业家? 经济学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要解决的经济问题, 主要是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 怎么生产, 为谁生产。 针对这几个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的解决方式是, 给定价格下, 由市场机制来解决。 从消费者角度看, 消费者将价格视为给定的, 然后在预算业数条件下来选择最满意的一组商品。 从厂商的角度看, 也把价格视为给定的, 在既定生产技术状态下, 选择一组能够使得利润最大化的产出, 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解决方案。 但是斯蒂格利斯在1993年写的一篇文章, 《市场社会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中说, 这里面显然应该加上第四个问题, 这些决策是怎么做出来的, 以及谁说了算。 也就是经济分析必须涉及 怎样获得和处理问题的信息。 但是在之前的新古典经济学中, 是没有考虑到谁来做这些决策的, 把这些决策都当成是在假设条件既定下的一个给定的结果。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新古典厂商理论的演见过程, 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 怎么生产,为谁生产, 这是他提出的问题。 沿着这个思路, 不然得出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会存在企业, 企业和市场的边界是如何确定的。 如果存在企业, 就会产生出一个新的问题, 企业中谁说了算, 谁应该成为老板, 谁是决策者, 以及谁是执行者。 明确谁是执行者和谁是决策者之后, 就会衍生出一个新的问题, 企业家是怎么出现的, 社会怎么样才能够找到真正的企业家。 新制度经济学, 谈论企业理论相关问题, 就是沿着这个逻辑展开的。 现有厂商理论是如何来回答这些问题的, 都有哪些不同的视角呢? 从发展过程看, 有四个侧重点各不一样的厂商理论。 先古典厂商理论, 假定企业是价格的接受者, 厂商的规模相对于整个经济来讲微不足道。 所以相对于市场机制而言, 企业家是不重要的, 因为市场中有无限多个厂商, 他们都是价格的接受者。 厂商规模相对于整个经济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中, 企业家是不重要的, 不需要去研究企业家的问题。 产业组织的厂商理论, 考察的是行业中的厂商, 谈论的是产业看到了厂商的市场权利, 因为产业中有可能会形成垄断, 厂商就不仅仅是价格的接受者, 很有可能还是价格的制定者。 交易成本的厂商理论, 考察的是厂商和交易伙伴之间的关系, 是两个厂商之间的关系, 所以以交易作为基本分析单元, 研究不同模式对交易成本的影响。 厂商的组织吉利理论, 主要考察的是单个厂商内部的科程关系, 单个厂商内部是如何监督管理和激励。 总的来讲, 这些厂商理论都没有说明企业家精神和企业的关系, 都没有涉及一个社会如何有效地选择企业家问题。 我们常说经济学是一门关于选择的科学, 但选择是经济人对成本和收益精确计算做出的一个理性行为。 理性行为是在已经知道所有的可选择机会被选对象的信息是充分和完全的情况下做出的。 但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里, 如果对选择的对象知之甚少, 实际上并非是去选择最合算的, 而可能是去甄别哪一个是真的, 哪一个是假的。 所以我们说承认信息的不充分性和选择的不确定性, 甄别就变成一个重要的问题。 创业型的企业家精神在一个社会中不仅仅是稀缺的, 而且对于一个经济而言, 更为关键的是怎么样才能够购买到这种稀缺资源。 发现和甄别企业家精神的不同制度, 将会是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结果的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因为企业家精神是稀缺的, 所以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安排要能够把这种稀缺的企业家精神筛选出来, 同时能够加以利用, 这样经济才会有活力。 所以不同的发现和甄别企业家精神的制度安排, 就成为决定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结果的最重要的因素。 总结一下, 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社会的稀缺资源, 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眼前。 企业家的成长是一个社会发现的过程, 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制度环境。 企业家本身也是靠制度筛选出来的。 拥有能够甄别企业家才能的制度安排, 是企业家创业活动迸发, 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关键举措。 哪些制度是甄别企业家的制度安排呢? 这就演出了兼融制度。 我们不妨思考一下, 兼融制度存在的理由是什么? 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 不就是融资,融通之间吗? 构建之间需求方和供给方之间融通的桥梁。 确实,融资是兼融制度安排的重中之重, 银行也罢,资本市场也好, 都是作为提供资金的一种融资手段而存在。 但我们还是要追问一个问题, 兼融制度存在的理由简简是融资吗? 毫无疑问, 对于任何经济来说, 融资都很重要。 但是由谁来使用资金, 以及谁可能最有效地使用资金, 这是比融资本身更重要的问题。 融资很重要, 但是把资金融给谁显然更为重要。 如果把资金融给谁更为重要的话, 就需要知道谁来使用资金, 以及谁可能最有效地使用资金。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将资金分配给最有能力的人来有效地使用, 就成为我们考虑融资制度安排的基本出发点。 监融制度存在的合理项, 不仅仅是因为能为潜在的企业家提供资金支持,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还要能够区别出真正的企业家。 所以监融制度不仅是一个融资制度, 还应该是一个甄别企业家精神的社会制度, 也就是说, 现代监融制度一个核心功能, 就是甄别企业家精神。 以上是本讲的内容,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们讲第32讲, 《金融制度与企业家》上一集。 上一讲, 我们解释, 金融制度一个核心的功能是甄别企业家精神。 银行制度最为重要的金融制度安排, 是否就是一个有效甄别和筛选企业家的制度呢? 回答该问题, 先得考察下财富和企业家甄别的关系。 如果财富被当成甄别企业家的信号, 合适吗? 也就是有财富的人在企业家市场上往往被认为是企业家, 而那些没有财富的人在企业家市场上往往不会被认为是真正的企业家。 但我们分析企业家精神的时候论证过, 那些改变商业格局的颠覆性创新和创造性破坏者, 往往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也就是没有钱, 没有财富的小人物。 如果有财富的人在企业家市场上往往是赢家的话, 也就意味着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在企业家市场上往往是输家, 会被金融制度过滤掉, 这显然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利。 那传统商业世界中, 是不是有财富的人在企业家市场上往往是赢家呢? 张云英教授的专注《企业的企业家企业理论》 对这个问题有系统的分析。 他说有财富的人在企业家市场上往往是赢家, 因为企业家才能是一个掩藏信息, 不容易被外人观察到, 而相对而言, 一个人的财富更容易观察。 所以当一个有财富的人和一个乞丐同时出现在借贷市场上的时候, 人们自然会更愿意将钱借给有财富的人而不是乞丐, 因为财富被市场确认为企业家精神的信号或者指标。 也许一个人的企业家才能和他的财富多寡, 没有联系, 但对于一个社会来说, 由资本家来充当企业家却可能是合意的,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由企业家才能的人成为企业家。 相反, 如果乞丐是赢家的话, 那么企业家的市场将是一个联盟市场, 假的企业家淘汰了真正的企业家。 为什么有财富的人就是赢家呢? 假设一个企业的期望收益一是企业家才能吸塔的信性增函数, 其中K是创办企业所需要的资本, 则有期望收益等于这个希塔和创办企业所需要的资本K, 这样的一个函数关系。 假设有财富的企业家不想坐吃利息, 而是选择当企业家。 那么他的个人期望收益是WEE, 并且考虑到他个人的财富是W0, 有如下的可能。 如果他个人的财富少于创办企业所需要的资本, 于是他就需要借钱来创办企业。 那么他的期望收益就是希塔成创办企业所需要的 这些资本所产生的收益减去借的钱所要支付的利息, 阿斯利利。 如果他的个人财富多于创办企业所需要的资本, 他可以把多余的钱带出去。 那么他的期望收益一方面创办企业所产生的收益, 另一方面是把钱借出去所产生的利息收入, 把多余的钱带出去所产生的利息收入还取决于Data。 Data是把钱借给其他人去创办企业的时候, 别人创办企业成功的概率, 也就是其他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能力的水平, 只有其他企业家成功了, 借出去的钱的利息才能兑现。 那么上面这个公式呢, Data是介入之间的别的企业家成功的概率, 但是如果有财富的人选择做纯粹的放款人, 做吃利息, 那么他的期望收益是WEL。 如果他把钱借出去, 是否能获得收入, 是取决于其他的企业家成功的概率, 取决于Data。 只有当WEE大于或等于WEL的时候, 他才会选择自己当企业家, 选择自己当企业家, 显然他的企业家财能必须要大于整个社会平均的企业家财能, 他才会选择去当企业家。 所以显然有了个人初始的财富W0, 一个人选择当企业家, 不仅取决于他自己的企业家财能CTA, 而且还依赖于对潜在借款人的企业家财能的预期, 而后者是Data, 一旦给定了Data, 可以定义一个人的企业家财能连接值CTA星, 当企业简单CTA大一等于CTA星的时候, 他才会选择当企业家, 而且他的财富越多的话连接值就会越大, 由此可以得到一些推论。 除非个人财富已经满足创办企业所需要的资本投入K, 否则从社会的角度看, 一个人连接的企业家财能是他个人财富的真函数, 当且简单一个人的企业家财能大于其连接值的时候, 他才会选择当企业家。 所以推论如下, 一个有财富的人一旦选择当企业家的话, 那么他极有可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企业家, 因为一个人越有钱, 他的连接企业家财能就越高, 由财富筛选出来的企业家就越优秀。 同样道理, 一个乞丐一定比富人更有可能夸大其企业家的财能, 因为他的连接财能很低, 所以当他与富人站在一起, 都说自己是企业家的时候, 乞丐的话是更有水分的。 推论二是上述简化出来的过程, 似乎说明当社会可以用一个财富为基础的制度 来甄别企业家精神的时候, 从理论上说, 他应该是一个更有效的发现和联选企业家的社会机制。 是这样的吗? 根据这个思路, 如果资本雇佣劳动的理论正确的话, 对于银行制度而言, 可以延伸出两个可能的推乱。 推论二点一, 银行是为有钱人服务, 这合理不合理呢? 推论二点二是, 在银行制度下, 贷款的利率应该是以借款人的财富为基础确定的。 银行只愿意把钱借给有钱的人合理吗? 第一, 有钱的人可能是企业家, 也可能不是企业家。 理论上把钱借给有钱的人的制度, 似乎比与其相反的制度更有利于企业家的出现。 但考虑到有企业家财能的人可能缺乏财富这个问题的存在, 这种银行制度还是无法顾及有企业家精神, 但是没有财富的那些企业家。 第二, 上述逻辑还意味着大企业比小企业更容易获得现代支持。 银行的歧视政策以及对大企业的偏好, 无疑对创业型企业构成严重打击。 尽管银行对小企业的歧视, 是它更有效地选择企业家的作用机制的一个非意愿的结果。 贷款利率可以因人而异吗? 第一, 利率和连接企业家财能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这等于说明利率具有筛选企业家的功能。 利率提高意味着企业家筹措之间的成本提高, 自然有优选企业家的作用。 所以当财富成为公开信息时, 贷款利率应该依赖财富的多寡而定, 呈反方向变动, 从而将难于充塑者逐出市场。 但这个逻辑还意味着利率提高, 虽然会优选企业家, 但还贷利率也相应提升。 企业家投资决策是基因项目预期回报率和利率的考量, 环贷利率提高会使企业倾向于选择高回报但高风险的投资项目。 而投资风险提高就意味着企业投资失败概率提高, 进而环贷概率降低, 也就是说利率提高产生的逆淘汰, 这个结果也是银行不愿意看到的。 总结一下, 银行不仅要甄别企业家, 而且要甄别投资项目, 不仅要把资金带给真正的企业家, 而且希望这些钱不要用到高风险的项目中, 所以银行的目标是矛盾的, 特别是随着银行制度的不断健全, 银行对安全目标可能更加看重, 所以银行制度从整体上来说, 既服务于也依赖于现有的大企业而存活下来。 企业家的创业活动是一个风险比较大的活动, 而企业家精神往往又体现在对风险的偏好上, 但银行以财富为基础的选择机制最后形成了一个非常保守的制度, 其存在以及生存的逻辑与企业家精神背道而驰, 也就是银行制度的存在对发现和联选企业家精神所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 那么一个社会还需要什么样的别的金融制度安排, 才能够把企业家精神给甄别和联选出来呢? 回答该问题,我们得先思考一下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有什么区别。 简单说,直接融资就是通过股权方式完成融资, 间接融资就是通过银行等第三方机构完成融资。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来比较的话,融资风险降低。 为什么呢?因为银行拿存款人的钱去放贷, 风险都集中在银行一家,所以风险是银行第一考量的因素。 大家把钱存在银行,相当于同时把风险也给了银行。 所以现代金融体系中,银行是风险最集中的地方。 由此,风险管理是现代银行最核心的能力。 但是直接融资就不是这样。 直接融资是出资人自己承担风险, 每一个出资人都在承担风险,所以风险是分散的。 因此,如果直接融资出了风险问题, 不会产生系统性的风险, 只是少数的一些投资者亏了血本无归。 但不会像银行那样,一旦投资失误, 很有可能会形成整个社会的系统性风险。 所以,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来比较的话, 整个社会系统性的融资风险就降低了。 第二点,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来比较, 还改善了之间的配置效率。 因为,进入直接融资, 市场的都是愿意冒风险的人, 那些保守的人把钱存到银行, 所以,直接融资就把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人给区别开。 这就是兼融制度的创新。 之间配置效率的提高是因为, 在银行得不到贷款的企业家, 现在可以从事创业活动。 那些愿意冒风险的人, 愿意把钱借给冒险的企业家。 所以,这些冒险的企业家就有了资金支持, 能够去从事高风险的创业活动。 不同风险偏好的人, 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选择投融资的方式, 这样就提高了资金的配置效率。 第三点是, 有了甄别企业家的功能。 因为, 可通过直接融资解决资金问题, 创业型的企业家可以通过自己创办企业的方式, 来把自己和管理型的企业家区别开来, 通过自我甄别来创办企业, 证明自己具有企业家才能。 因为很多创业项目都获得了资金支持, 通过市场机制就可以把好的企业家给筛选出来。 所以, 直接融资更有利于甄别企业家的功能。 特别是有利于把那些没有财富, 但是由企业家才能的人给甄别出来。 以上是本讲上集的内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们讲第32讲, 兼容制度与企业家下集。 风险投资和一般的投资差别在哪? 首先是投资的目标不一样, 风险投资目标是要获得高额的资本收益, 一般的投资主要是获得利息和资本的收益。 风险投资的对象都是一些消耗现金的, 还没有盈利的, 一般投资的对象都是能够产生现金流的。 风险投资多数都是股权投资, 一般投资有的是债权投资, 或者是债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的组合。 风险投资负息的情况都是不稳定的, 因为还没有现金流, 一般投资都是比较稳定的。 风险投资, 因为投资对象都是初创企业, 往往缺乏经验, 所以风险投资者一般会积极主动参与到 投资对象经营管理和战略制定的过程中, 一般投资是不会参与到管理过程的。 风险投资的形式一般是多阶段有期限的, 因为不知道创业项目能不能成功, 所以它是分批投入不断尝试, 而一般投资都是一次性投入。 在投资主体的结构方面, 一般投资都是公司制或基间的方式, 而风险投资则采用独特的有限合伙制。 那么风险投资跟银行融资有什么区别呢? 体现为风险投资都是追求高回报, 其资产都是无形资产, 具有增值潜力。 而银行贷款追求安全保值都是有形资产, 要进行实务的抵押担保。 风险投资的技术都是有待进一步去开发的, 有潜力的新技术。 银行贷款的企业技术都很成熟, 风险投资的企业的市场都是带开脱的, 银行贷款企业的市场都是现实和成熟的市场。 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都是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 银行贷款都是通过还本复息的方式。 一般风险投资投完之后都会参与企业的经营, 而银行则不参与。 风险投资家在现代经济中发挥着专业的企业家甄别者角色。 银行不愿意贷着款, 不愿意提供融资的创业项目, 可由风险投资家来筛选和甄别, 并提供资金支持。 据统计,在美国, 一个风险投资公司投资成功率能有20%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也就是风险投资家投资的项目, 10个项目成功两个就做得很好了。 可见, 选找值得投资的创业项目的能力是非常稀缺的能力。 风险投资家是专业的企业家甄别者, 而即使是专业的企业家甄别者, 风险投资也还是一个广众博收的过程。 风险投资广众博收的模式还促成了风险投资家技术发展方向整合者的角色。 风险投资家一般在一个赛道上, 一个领域中会同时投资很多个不同的项目, 也就是在一个产业链中布局。 在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 任何一项技术创新都和别的技术创新存在互补性。 一个企业的技术创新能不能被市场认可, 往往还取决于其他互补性技术的发展。 因为都是高线技术创业, 每一个企业的技术研发对于别的企业都是保密的, 所以创业者是不知道本企业所开发的技术的互补性技术在哪。 哪些团队在开发, 但是风险投资家因为投资于某一个领域中的不同的企业, 所以他们对技术发展方向比单个企业来讲更为清楚。 而且风险投资家会根据已有投资去布局一些 有互补性技术的其他创业项目。 这就成为了技术发展方向的整合者。 所以从市场应用的角度, 我们说风险投资家决定了技术发展的方向。 风险投资家之所以能够充当好 专业企业家甄别者和技术发展方向整合者角色, 得益于有限合伙制的基金管理人吉利约束机制。 有限合伙制采用有限公司制加无限合伙制的架构, 主要体现为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人架构中有GP和LP, 也就是一般投资人和有限投资人。 一般投资人就是风险投资家, 有限投资人是基金管理者之外的投资人。 有限投资人负有限责任, 但决策权和影响力较小。 一般投资人也就是风险投资基金管理者个人承担无限责任。 风险投资家要承担无限责任的合约安排, 是风险资本市场重大的制度创新, 是适应风险资本限息高度不对称条件下特殊委头代理关系的制度安排。 怎么理解呢? 风险投资的特点就是高风险。 投资十个项目有两个项目能实现退出就是很不错的业绩了。 如何才能找到有投资能力的风险投资家呢? 有限合伙制的一般投资人和有限合伙人的合约安排 就是一种风险投资家的甄别机制。 这种合约安排有显著的特点。 第一,风险投资之间要定期公布业绩。 有限合伙人根据业绩分阶段提供资本。 如果业绩不好,有限合伙人可以选择退出,放弃投资。 但一般合伙人,也就是风险投资家,是没有退出权利的。 第二,采用与价值增值直接联系的报酬体系。 第一,风险投资家的收入与投资结果直接挂钩。 要在基间的生命周期结束时,才能兑现收入。 第三,有限合伙人保留强制性进行投资收益分配的手段。 一旦发现风险投资家存在机会主义行为或者能力不足, 可以单方面进行投资收益分配并退市。 因为有限合伙人拥有这些联合退出的权利, 而风险投资家又不能提前退出风险投资之间, 而且要承担无限责任。 这就使得风险投资家是一个风险极高的角色。 如果对自己的投资能力没有足够的信心, 是不会主动选择成为风险投资家的。 所以有限合伙制就借助了一个选择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一个自我甄别的机制来联选风险投资家。 只有那些有足够能力的风险投资家, 才有现先接受有限合伙合约条款的约束。 这就是一个自我筛选的过程。 我们说风险投资家是专业的企业家甄别者, 而正在博兴的兼联众筹则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企业家甄别方式。 从银行制度到风险投资家这种专业企业家甄别者, 再到众筹这种由无数个人来联选企业家, 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也是一个分散知识的利用过程。 当众筹作为企业家精神的甄别方式时, 就意味着无数个人可以通过用手投票方式来把企业家精神给甄别出来。 乃蚂蚁校院可以加深大家的理解, 乃蚂蚁校院是日本北海道大学进化生物研究小组对蚂蚁的活动观察, 发现大部分蚂蚁都很勤快地寻找搬运食物, 少数蚂蚁却无所事事。 有趣的是, 当生物学家在这些懒蚂蚁身上做上标记, 并且断绝遗权的食物来源的时候, 那些平时工作很勤快的蚂蚁表现得一筹莫展, 而懒蚂蚁们则挺身而出, 带领众蚂蚁向它们早已侦察到的新的食物源去转移, 保证蚂蚁群体不断得到新的食物来源。 懒蚂蚁校院给我们一个启示, 在不确定性的商业世界中, 有很多不同的打法和模式, 创新总是从一些不经意的地方开始, 对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筛选和甄别, 往往不是单个主体或者单个个体的事情, 而是大众的事情。 从银行到风险投资, 再到金融众筹, 不同的金融制度安排, 意味着人类社会关于企业家精神筛选和甄别的机制, 在不断地迭代和升级。 总结一下, 企业家精神只是一部分人给定的自然蝙蝠, 有一个分布的问题, 不是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 因为我们并不能事先知道, 而且无法甄别谁是企业家, 企业家精神在哪。 即使我们能够发现企业家精神, 也很难通过市场去进行直接定价。 因为市场无法甄别企业家, 所以称为企业家的是企业家自己甄别的结果, 是企业家对自己的选择, 这就是拥有和创办自己的企业。 所以在这个意味上, 官办企业将面临缺乏真正企业家的困难, 不太容易成为企业家的企业。 因为官办企业的经营者是任命的, 不是企业家自我甄别的结果。 民营企业的发展是真正的企业家得以发现和成长的源泉, 是中国生长出真正的企业家企业的必由之路。 以上是本讲的内容, 谢谢大家。